一看到蔣萬安帶寶寶來 原本壁壘分明的對手黃珊珊 瞬間融化了 再多生一點的多多來使用 忍不住上前盜弄兩下 原本錯還形成的兩個人 此刻有了溫馨的交集 但不代表兩人就此化敵為友 不角力 有育兒津貼像 花園如果他今年生小寶寶 是第二胎的話 今年的育兒補助 我們增加到兩萬五千塊 如果花園在生第三胎的話 是補助到三萬塊 我想我在立法院 也已經推動很多育兒的政策 你有我也有搶公付幼票 但現在蔣萬安要關注的 恐怕不只有小朋友跟爸爸媽媽 也要提防大安區被把握 連接選舉時間越來越近 但到現在台北市的副市長 黃珊珊都還沒有表態 有支持者極了 直接掛起整棟樓的看板 要黃珊珊更上一層樓 我看到新聞我也嚇一跳 我想說還是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夠關心台北市 跟還有住戶安全的問題 收看報導才知道 黃珊珊的臉上有藏不住的笑 就怕被黃珊珊搶掉 蔣萬安再轟陳時中 美黨BNT胡說八道 我想這樣公然說謊 其實就是阻擋疫苗的證據 政治人物其實是要對人民誠信 而不是像陳時中部長一直說謊 加強火力攻中擋山 就怕再被說佛系選證 講完開始出招 要拉回沉默的基本盤 TVBS新聞的立宣偉佳琪 台北西方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